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在大家都看不下去的时候 江达岭的妈妈找到了女儿的男朋友谭心凯 她用一番话想要谭心凯自己主动离开女儿 但是谭心凯却因此黑化了 她与江达岭到底什么时候分手呢 另一边的斯黛拉与叶东烈也开始了姐弟恋 不过她的离婚案也因此遇到了波折 而魏折因为母亲要再婚非常苦恼 但在江达岭的劝解下 她开始接受母亲的新婚姻 在这部剧里 黄轩饰演的魏折 与陈树饰演的斯黛拉是最受观众喜欢的 因为他们的演技实在是太棒了 而剧中魏折这个角色官配是江达岭 等到江达岭与谭心凯分手后 就会和魏折走到一起了 不过认真追剧的观众应该发现了 魏折早就已经喜欢上江达岭了 以下这些细节就是证据 细节一 魏折念在江达岭的父亲曾经帮助过自己的时候 就决定要去DIV集团了 所以她故意在直播上挑衅江达岭 后来江达岭真的是去找魏折帮忙了 江达岭的认真和坚持让魏折对她再度动心 她也非常耐心的教江达岭 这是她第一次教学生 就连她的助理她都没有那么认真地教过 细节二 魏折与江达岭签约 准备到DIV集团上班 第一天上任 发现江达岭被欺负 她只能待在会议室里办公 于是魏折就帮她教训了行政主管 让他们赶快给江达岭准备办公室 魏折替她出气相当的霸气 江达岭也很是感谢 后来魏折帮江达岭改变造型 给她找了最好的造型师 并且亲自为她挑衣服 后来买了衣服 去找造型师的江达岭的时候 江达岭一个转身就把魏折给迷住了 那个眼神一看就已经是动心了 魏折身边的小助理就看出了端倪 细节四 当江达岭与师兄谭心凯 暧昧和恋爱的时候 魏折每次看到谭心凯 她就生气 还警告江达岭 要小心谭心凯 她是以公司利益为借口劝的 但是明明就是吃醋了才劝的 毕竟舒青和斯黛拉也在谭心的恋爱 为什么为着不用公司的利益劝他们呢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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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